新闻大百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百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今天的确诊数再度破了8万例 那么同时在中重症的部分 仍然在攀新高 首先介绍这些加入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前雄山总工统师 张晨总工 前秋好 大家好 还有刚刚飞毛腿赶进来的 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涵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罗友志 前秋好 大家关 我们来看今天最新的确诊数 就从最近的几次确诊 18号到24号以来 目前的确诊数再攀了 8万2363例 这个确诊数里头 死亡数42例 一直都是从18号以来到现在 都是41 59到42 中间几乎维持在这个数字里头 但是中重症现在又增加了数字 让大家担心的是 中重症的数字里头 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在这个人数上面 奇怪怎么诡异的 这么的骑头是 有没有什么更多的黑数 或奇怪毛腻的地方 但是有个地方 高雄他就对于 这个数字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黑数 这叫做因为他超车了台北 高雄居然数字比台北多 陈其漫有意见 他说这是因为北部PCR 彩验数下降 你们塞不出来 没有塞有黑数 所以快塞 没PCR才会数字 我们高雄比你高 这个是看很多网友的回应很好笑 就是说你这么在乎台北 台北市民要不要调规你 不用紧张之类的 那么现在包括本土数 破了4万 其实柯文哲当时在5月7号 就已经讲过了 中南部会追上来 案例数会飙更高 提早就已经预言 告诉过陈其迈了 那么在5月22号的时候 校正回归当时 2021年发生的 确诊数爆量 那时候被批的时候 校正回归改来改去 又变回一个原来的数字 陈其迈当时还说 大家压力斗打多体谅 这个时候就不体谅了 面子问题 那我们再看看 其实这些官员们 包括总统已降 每一位对于这个数字 其实并没有感觉很严重 那么也没有觉得真的忧心 或提出一些做法或看法 因为包括了三成快速死亡 这个问题明明大家都担心 尤其是一成是死后才确诊 那么快速死亡有多快 是这个这几天 非常被关注到一届的焦点 因为确诊当天死亡 可以高达19百分比 确诊隔天死亡的有14% 死后才确诊的9% 那么甚至有五天内死亡的 这个数字是高的 所以但重中症之后 死亡的病程是很短的 这应该要被高度重视的问题 但是我们总统说什么呢 99.79%都是亲自的没症状 好好照顾就没问题了 听听官员们他们怎么说 看起来是没有直接在持续的在往上 就是说很快速的往上升 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控制得已 目前观察到有这个脑炎 儿童脑炎比较增加的地方 就只有香港跟我们 所以是不是说跟我们这个华人的遗传 或者是代谢等等 这些有关的一些部分 或者您提到的环境 这种都是有可能 有待进一步做研究 台湾的医疗技术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相信只要能够做好 好好的观察 送给临床医生来做诊断 我相信小孩子的COVID-19 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就是好正面好阳光 大家不用怕 而且还会自夸我们的防疫 真的控制很得宜 真的吗 联合报社论写 人命在眼前流逝 政府还在说风凉话 每一条生命都是一个家庭 惨痛的心痛的故事 他有没有想到 每一条人命的流逝 对他们来讲 数字很少 没什么 可是这个数字 是不是有一些可控制 甚至可以降低的地方 有没有真的替民众想到 陈志忠在报告死亡术的时候 还新增了一个东西叫做DNR 特别跟大家来媒体报告 所谓的不实施心肺复苏术 就是不抢救的概念 特别这样抢 过去只讲慢性病 而造成的死亡 现在特别假DNR是什么 是说你们自己要放弃的 你们家属放弃不急救 所以才会死亡数增加吗 那么你真的没有真的去关心 找出原因 降低这个死亡的原因吗 现在的孩子死亡数 让大家家长们心惊惊 他没打过疫苗的 有台湾有六个学童 病没了五个 而且都是猛爆性脑炎 那么刚刚罗一军的 访问里头讲了一句 华人基因是不是有相关的疑虑 是不是华人基因 在台湾跟香港 有这样的猛爆性脑炎发生的情况 他有没有怎么办法解决 不知道还要查 是不是跟遗产有关 那这个猛爆性脑炎的病逝 爸爸多难过 你可以想象这些家庭的痛苦 那么包括今天有个 最新的十岁的孩子 他就是脑炎发作 甚至产生了幻听幻觉 最后抢救不及 还是走了 这些家庭是像曾经的人说 只要好好观察就没事的吗 那这些家长没有好好观察吗 那么甚至孩子去上学之后 一张纸条让妈妈心碎 为什么 注音符号写着 他被确诊 确诊回去学校 同学说不要靠近我 然后他就说 我有注音符号 我告诉他们说 我已经阴性了 可是这种被排挤的情况 其实是更多的焦虑 跟担心在里头 孩子半夜发烧急诊 叫不到防疫计程车 常常想这种情况是很常发生的 你要守规矩 要叫防疫计程车 那可是叫不到防疫车 你怎么办 你要是没有开车的人 该怎么办 那只好坐在 大1922坐在路边崩溃 哭啊我的孩子 因为不是大人自己 是孩子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两个孩子发烧又吐又咳 爸爸在工厂隔离当中 他痛批 政府这才是人民的现况 看到了没 那这一个个的例子 政府看到了吗 还是只是说 没什么事啊 好好照顾就可以好起来了 丙哥 我觉得陈建仁 前副总统真的还蛮冷血的 好好观察 送给医生诊疗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小孩子 根本来不及送给医生诊查 就已经整个人都不行了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也不只是小孩子 很多老人家也是这样子 很多人一发病没有几天 24小时内 48小时内的人就走了 观察什么 要观察什么 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严重状态 还观察了 虽然这些人真的是 你不是工卫专家吗 怎么会讲出这么离谱的话呢 然后罗一军在那边鬼扯什么 华人基因 奇怪了 新加坡人好像也是华人 人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香港对也有发生脑炎 可是人家才起立 香港比我们进入疫情久了吧 好几个月以前 人家已经进入疫情严重疾了 到现在人家三例 台湾才短短不到一个月 你六例 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 你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可以 根本完全没有做任何研究了 可以这样信口开合乱拆吗 你根本就是乱拆嘛 你有做过任何研究吗 没有嘛 只不过说香港也有这个案例 台湾也有这个案例 所以可能跟华人基因有关 这鬼扯什么东西啊 亏你还是医学专家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工卫专家的 我们的高农市长陈其迈 奇怪了有人在怪你确诊数很高吗 有人在骂你这件事没有嘛 你一下子确诊数上来了 这是大家早就预料到了 因为北部烧完接下来就烧到中南部 台中也上来了 不是吗 那台中你有看到卢萱燕讲什么 没有啊 那为什么从陈其迈从昨天就开始讲 台北市有黑处 这个都是台北市回来的人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有认真筛检 好像讲了台北市都不认真筛检一样 那人家之前比你多 那到底是你不认真筛检 还是人家认真筛检 所以去推这种责任干嘛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全台湾都一样 每一个县市其实病例都一大堆 重点是赶快把这些确诊人抓出来 观察他的状况 或是赶快给他治疗嘛 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去扯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那过两天你在往上冲的时候 要怪谁 怪人是没意义的 赶快把你分内该做的事情就做好 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觉得 你输不起而已 当年那个输不起的陈其迈又回来了 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你告诉人 你讲这些话有任何意义吗 你要指控北部有黑数 我告诉你 你胆子太小 有信心一点 全台湾都是黑数了 不就这样吗 你会相信 到了昨天突然之间降到六万多例 然后今天又升到八万多例 你相信这样跳 我一点都不相信 大家没有注意到吗 每天的数字都在校正回归 只有陈时中在那边死鸭子 原因说没有校正回归 你自己去看 他每天死亡的 很多是七天前就已经死亡了 到今天才确认 算进来 对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人家在宏观调控 所以陈时中一直讲得很有把握 我们疫情控制得很好 其实不是 是数字控制得很好 他把整个数字控制得很漂亮 你看这么完美的数字 每天就是四十几十 最多就只能这样 以前中国大陆 人家动车出了租倫意外 说最高就只能三十几个人死 现在我们就最高只能四五十个人死 就是这样吗 不然的话这个不合逻辑嘛 因为全世界各国曲线 都跟台湾不一样 只有台湾是这样的曲线 这不是任何操作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有谁能够解释给我听清楚 所以我觉得 当台湾人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你们这些大官 每一个都在那边讲这些五四三的话 都在那边做这些表面功夫 没有意义的 罗一军如果你真的对 台湾为什么脑炎特别严重 有兴趣的话 你好好去做个研究 那再来 既然台湾已经出现了 很多小孩子都有这种类似的状况 那你对小孩子的头药 还有相关的观察 是不是更应该要加强 你的相关医护 是不是要更缜密 甚至你是不是要提供给家长SOP 小孩子出现哪一些状况的时候 立刻让他就医 然后又有这样的管道 让人家能够就医 而不是很多送到半路人就不行了 不是这样吗 你们应该要提出这些东西来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跟我讲 这个没关系 那个还好 只要怎么样都可以度过 这种废话我讲就好 你们不需要讲 因为你们是专家 专家是负责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的话 你来上节目 解决问题了吗 这些家长当孩子突然严重发烧的时候 是来不及叫到防疫计程車了 有没有紧急措施 有没有紧急救护的方法 这大观讲的话 做父母的每一个听起来 难道都像风凉话一样吗 现在还有多少家长跟孩子在急诊室 在那边徘徊 刚刚念的一整排不都是吗 刚刚TVBS新闻还有写了 长庚 长庚应该是北台湾儿童医院 儿童急重症最强的医院 现在是连副院长都下去了 你告诉我什么叫控制得宜 你有这回事吗 我不知道你的控制是指控制什么 你是控制你的选情得宜 是吧 你是不是要故意 要让大家觉得那一切都没有什么 好像都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的中重症死亡率 是在全世界是位于在低中位数的 不是最好的 目前是大概中重症死亡率 大概10到12百分比 在那边徘徊 问题是这是从1月开始算的 如果从4月开始算 中重症死亡率 如果在全世界的排行能看吗 请问一下什么叫控制得宜 成熟昨天自己也坦诚 刚刚浅秋念的 这些人大概是当天死亡19% 对不对 然后后来在几天之内死亡 有14% 成熟昨天也坦诚了 大部分的人 大概的中位数在3点多天 那你还记不记得 你所谓的控制得宜 当初你阳性要投药 还控制在5天 连PCR来不及了 对 你不是说5天才能投药吗 那3点多位的中位数差这1天 会造成了多少的中重症死亡率的提高 这叫控制得宜吗 还有所有孩子们 我们现在这阶段关心的是孩子们 这些儿童中重症 这些故事我们讲不完了 我已经讲过 如果这些孩子是来得又急又快 我们也就罢了 很多是因为徘徊 等 不是吗 在等计程车的两岁孩童 爸爸抱在怀里面 死在急诊室外的六个月大的孩童 有人在等床位的 多少的这些故事 是因为我们儿能救而不救 不是DNA的问题 这跟DNA有什么关系 这些爸爸妈妈在外面等这么久 等五天的头要等等 等到很多人过世 请问这叫什么控制得宜 再加上贾永杰 现在还被人家要求 要送儿童插管医疗器材 你告诉我控制得宜 控制得宜还是要贾永杰出手吗 我不懂 这四个字你怎么有自信 可以对着我们大家讲 那就因为你选举议题控制得宜 你要告诉我们 这些都很棒 你放心我们很好 七月投给我吧 七月我要出来了 11月12 26号投给我吧 你不觉得全部都是这样吗 这整个的 我们在乎的不是确诊数 全球我真的要再讲 我很讨厌蔡英文 你在那边跟我讲99.7 我很喜欢听爱乐电台 但是我拜托你 你不够资格讲99.7 你不要告诉我99.7 99.7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智能不能零 不是说确诊零 死亡数可不可以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说这些 我们的超额总死亡 为什么不讨论这个问题 你只告诉我们99.7 可是什么叫总死亡 跟历年比的超额总死亡 人家世界各国在比较的 就是这个 还包括Long COVID 美国这几天已经开始 颁布一个法令 为了要让以后的后遗症 不要困扰大家 你有后遗症的 我们美国开始CDC拨钱下来 要照顾你们 最后我讲了 英国的劳动力人口 已经少44万 又是Long COVID 台湾这一波你计划了什么 今天重重症又增加了251例 其实人民关心的是说 重重症的病程 如果这么短的话 到底政府有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避免重重症的发生 甚至死亡的再度攀高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